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to Sun. 我们这一节主要着重看一下有关数组中序列变化的算法题。 那么在有关数组的算法面试题中,很大一部分算法题并不涉及到数组元素的值的处理,而是涉及到数组元素的位置的处理。 那么数组的序列变化就是涉及数组元素位置处理的算法题的一个大类。 下面我们通过两道算法题看一看,如何主手处理此类有关数组元素的序列变化的算法题。 那么数组的序列变化是指将数组中的元素以新的次序重新排列,从而得到新的数组。 例如数组12A等于123456,然后给定一个变化序列P是315402。 那么将这个变化序列运用到数组A上,我们就得到新的数组。 那么按照这个变化序列来,那么开始的这个元素我们摆放的是A3,紧接着第二个元素摆放的是A1,第三个元素摆放的是A5,第四个元素摆放的是A4,第五个元素摆放的是A0,第六个元素摆放的是A2。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新的序列变化了之后,我们得到一个新的数组。 这个新的数组B呢,里面的元素跟A数组的元素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B数组的元素,只不过是B数组里面是对这个A数组的元素重新排列后得到了一个新的数组。 OK,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数组B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申请到一个与数组A一样的长度大小的内存,然后按照这个变化序列,把相应的元素放入到这个新申请的这个数组内存的相应位置上,那么新得到的这个变化序列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了。 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说法的问题是,在不能申请信内存的基础上,直接将数组A转换为数组B,也就是说在空间复杂度为O1的约束下,实现由A到B的转换。 那么大家看,如果我不分配一个新的数组B,而是直接在元素组上运用这个变化序列,将元素组直接变化成这个数组B,那么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这道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它一般用来去选取这个面试这个高级公司,或者是用来去面试一个技术领导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相法题,那么大家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然后用笔,用笔和纸自己去试一试,如果大家试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走。 这道题呢,还有一个难度就在于,在元素变换的过程之中,被替换的元素是需要内存来暂时去放的。 大家看,在这个,如果我们要直接把这个A3放到这个数组的第0个位置,那么原来第0个位置的这个数值1,必须要找一个地方存放起来。 如果我们直接覆盖的话,这个1丢丝,在后面就拿不回来了,所以这是一点。 那么在不生分配内存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存储这个要被替换的元素,这是一点。 那么大家可能很快会,有可能会直接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将这个A3覆盖到这个第0位的话,那么A3有个数组3的元素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 那我可以把这个1直接放到这个原来A3的位置上。 OK,那么这么做的话,其实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下次如果我把1放到这个4的位置之上,那么下次我要去拿这个元素1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这个1已经被挪到这个4的位置之上了。 如果不用新的数据结构,不采取新的内存来记录这个变换信息的话,那么后面我们要去拿1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规则去已经,凭什么规则或凭什么的这个推导能够得到这个1已经在这个原来这个4的位置之上了呢? 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 那么总结起来看的话,我们这道算法呢,要解决必须要处理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要将被覆盖的元素,如果要不分配新的内存的话,我们要想到办法把被覆盖的这个元素仍然要存在原来这个数组里面。 第二,要知道,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懂,我们要有方法,有规则,知道如何找到被转移后的元素。 如果说这个1,我们放到了其他的位置,那么下次我们找这个1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办法知道这个1被转移到哪里了。 所以处理完这两点的话,我们这道题应该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如何运用算法来实现上面这个这里的这个算法关键点的这两点需求。 首先我们用I来表示当前要替换的元素AI,于是这个I的取值范围就是0到这个A的Lens-1,也就是这个0到这个数组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I会从0一直循环到这个速度结束为止,速度长度的结束为止。 那么变量Change呢,用来表示要转移到位置I的元素的下标。 那注意看一下,在这里面呢,这个A3,这个元素A3呢,要放入,要存储到I等于0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元素A3放到这个0的位置上,那么这个Change呢,对应的就是这个元素的下标3。 同时我们还要一个TEMP值,这个TEMP就是存储要变换,要转移的这个元素的值。 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TEMP要存储的就是这个A3的值,A3的值就是4,所以这个TEMP要存放的是4。 我们看一下第一次循环怎么做的,I等于0的时候,我们找到第一个0位置上的变换的这个序列,这个值是3。 所以这个Change的,所以这个变换的元素下标就是3,那么TEMP就是等于AChange就是4。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第一步,大家看一下,如何将被覆盖的元素转移到元素组中。 我们是这么做的,将这个I到Change-1元素这个范围内的元素向右移位。 大家注意看,当前的I是0Change是3,所以我们要将0到这个3-1等于2,也就是0到2之间的这几个元素,也就是123这几个元素,往后挪一位。 大家看一下,那么123456,那么把这个I到Change-1内范围内的元素向右移位之后,我们变换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变换成112356。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要被覆盖的这个1就存储到了它后面的这个位置。 同时这个要变换的这个元素4被覆盖掉了。 但是由于我们已经用一个这个局部变量把这个4给保存下来了,所以后面我们就可以,我们就不会担心这个4因为被覆盖而丢失。 那么这样的话,第一步,我们从这个I到Change-1范围内的元素向右移位,得到这个新的这个数据之后,实际上我们解决了算法关键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们后面可以再继续讨论。 请接下来我们把这个temp就是这个右移之后被覆盖的这一个元素的值存放到它要变换的位置之上,也就把这个temp的值放到现在的A0处。 于是这个112356就变成了412356。 OK,那么第一步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走第二步。 那么看I等于1的时候,p1就等于1。 那么也就是说要将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来变换以前的数组A1位置1上的元素,也就是A1放入到现在数组A的第一位。 那么原来A1的值是2。 大家注意,原来A1的值是2。 现在这个2已经被挪到了这个数组A的下标为2的位置之上。 原来这个2是在下标为1的位置之上的。 由于后又移了位置后,2已经被移到了这个下标为2的位置之上了。 那么,现在那么因此我们要找到对应的元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元素在相应的变换之后,向右移动了几位。 例如,经过第一步变换之后,元素1,2,3分别向右移动了1位,而元素5,6没有被移动。 那么因此计算出元素的位移是解决算法关键点2的要点。 那么只要知道,当我们要把某一个元素变换到新的位置的时候,怎么去找到这个元素所在位,就是这个算法2的关键点。 我们看一个定理,这个我们看一个定理,那么定理是这样的。 对于AI,如果这个P,对于这个AI,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当前要被当前要拿出来进行替换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数字AI。 如果这个P0到I-1中,这一段这个范围之内的每一个元素比PI大的元素的个数是K的话,那么AI就向右移动了K位。 这是一个定理,大家注意看,这个定理的证明留给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看一看大家自己去检测一下这个定理是不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依据这个定理,看一下前面这个例子,前面这一步。 当I等于1的时候,这个P1等于1,对吧? 那么P的0到I-1,就是P0到0之中,比1大的元素的个数是一个。 因为是P0等于3嘛,所以P0比这个P1大。 那么在P0到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比这个P1等于1,就是这个P0到0这个范围之内的元素比P1大的元素的个数是一个。 所以原来的A1就已经向右移了E位。 那么这时候这个Change这个下标就等于P的I加1就等于2。 于是这个Temp呢,就是A的Change就等于2。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定理,我们把原来的这个A1找到了。 大家看到没有?根据这个定理,我们把原来,把这个变换前的这个A1的这个元素的值就找到了。 OK,那么变换前这个A1是2,那变换后这个原来的2移到了这个下标为2的位置上。 所以现在原来的A1就是变换后的数主A的A2。 OK,那么根据这个定理,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A1。 那么还是老步骤,将I到Change减1范围内的元素向右移动E位。 也就是将412356,将1到,由于这个Change呢是2,2-1得1,I得1。 于是就是将这个E,将现在这里面这个A1,也就是这个E直向右移位,就变成了411356。 于是呢,我们再把这个TEMP放入到这个E的位置之上。 A,放入到这个I指定的位置之上。 那么数主就变成了421356。 OK,这一步就走过去了。 大家看,那么经过这个定理,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新的定理之后,那么第二步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个算法的大概模式。 这个算法的大概模式就已经把这个算法的关键的这两点给解决掉了。 OK,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继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把这个I循环I等于2,那么PI等于5。 大家注意看。 那么由于P0到这个I-1之中,也就是没有比5大的元素,对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P,这是5。 那么5前面的元素是三合一。 那么5前面的元素都没有一个是比5大的。 所以当前呢,这个A5,那么所以这个对应的这个, 所以这个券据呢,这个下标呢,仍然就等于5。 它就不用再自家,就不用再去做一个这个, 就不用去算这个位移的这个位置了。 由于这个5前,由于这个0到1, I-1前,这个阶段里面的元素没有比5大的。 所以我们这个Change就直接等于5。 那么Temp就等于AChange就等于6。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这个6的位置是没有变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几次,无论怎么挪动。 现在当前这个两个5,位置5。 原来这个A5和6是对应于原来的, 对应于变换前数组的位置是A4和A5。 那么经过一系列变换之后, 5和6仍然对应于数组的这个A4和A5。 也就是5和6,这两个元素的位置没有变过。 现在要拿这个,现在要把它们从数组中拿出来。 那么直接就从老位置中拿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Temp呢,就等于AChange就等于6。 OK。 那么然后,我们把这个A到这个,把这个I到Change-1, 这个阶段内的元素分别向右移位。 那么此时呢,I等于2。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135向右移位, 那就变成42135。 大家去看42135。 那么原来这个6就被覆盖掉了。 然后把这个Temp的值放到Ai处,由于I等于2。 那么所以这里面这个1就把,就被这个6给覆盖掉。 那么做完变换之后,就是426135。 那么接下来继续循环。 I等于3,P3等于4。 那么在这个P0到这个I-1之中,这个阶段内, 比这个,OK,这里写错了。 P3等于4。 比这个4大的元素应该只有一个,就是前面那个5。 大家注意看下这个4。 当前我们P3是4。 那么由0123里面,比这个4大的元素就只有这个5。 所以这时候我们对应的这个Change的下标呢。 就是P3加1,就等于5。 就是4加1等于5。 那么也就是说,当前的这个, 也就是把当前的A5,就是原来, 当前现在这个宿主中的A5,就是原来的A4。 当前大家注意看,很显然吧。 现在这个A5,A5的指示5。 那肯定对应的5,原来的位置是在这里的。 所以原来的A4是现在与现在的A5。 根据我们的定理,就是现在的A5。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TEM, 把这个5放入到这个局部变量TEM里面。 然后把I到这个Change-1,这个阶段的元素相由移动一位。 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当前I等于3。 那么把3到这个,3到4,34这两个元素,34这两个元素, 向右移位,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就是426113。 然后把这个TEM放到这个AI的位置。 那么这个AI的位置,那么当前I的指示这个3。 那么就会放入到这里来,把这个TEM就放到这里来。 那么放入了之后,变成的数据就是426513。 那么后面的次序就同理了。 那么I等于4,P4等于0。大家注意看。 那么在P0到I-1中,比0大的元素是4个。 也就是说现在的A4对应于原来的A0。 于是这个Change呢,就是这个PI加K。 那么K等于4的话,那么Change就等于4。 我们就把这个4呢。 我们就把这个A4,这个1的值呢。 对应的这个值1呢,放入到这个TEMP里面。 然后还是这样把I到Change减1的元素, 之间的元素向右移位。 那么426513。 那么因为这个Change减1小于I呢, 所以我们就没有移动。 那么因为这个区间呢不存在, 所以我们就没有移动。 OK,那么426513仍然是按照这么移动之后, 仍然是426513。 同时再把这个TEMP放到AI, 由于这个TEMP的值是1。 所以AI的值这个位置正好也是1。 所以再把这个TEMP放入到这个位置, AI这个位置之后,这个1仍然不变。 那么整个数组经贵序列操作之后仍然保持不变。 那么在接下来呢,最后I循环到5。 P5等于2。 那么在这个P0到I减1中, 比2大的元素有三个。 也就是说原来的A2, 那么对应于现在的是A5。 对应于现在的, 对应了,对应于变换之后的这个数组中的元素是A5。 那么也就是说当前这个A5对应于所有变换, 对应于这个变换之前的A2。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A5的值放入到这个TEMP之中。 然后仍然将这个I到Change.1间的元素向右移位。 那么由于这个, 由于这个区间里面不包含任何元素。 所以这个向右移的时候, 原来的数组仍然保持不变。 接着最后把这个TEMP再放入到AI这个位置。 那么由于这个TEMP能三, 然后现在放入到这个位置。 那么仍然保持着, 那么原来数组就是, 原来这个位置已经是3了。 再把这个3放到这个位置。 那么数组仍然是不变的。 那么I循环到5了之后, 也就是到这个数, 这个数组A的最后一个元素之后, 算法就结束了。 我们新产生的数组就是这样的。 A, A, 那么E, 然后这个P0是这个A的这个新方式, 这个位置的下标, 就是A, A, 是A, AP1, AP2一直到下来的话。 那么对应的也就是A3, A1, A5, A4, A0, A2。 那么对应的这个元素组就是4, 2, 6, 5, 13。 OK, 大家看到吗? 那么整个算法就走到过来了。 那么在这个算法之中呢, 我们没有用到多余的内存。 因此空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O1。 大家看到我们在这里面的内存 最多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局部变量 一个temp 然后用到一个局部变量是change 再用到一个局部变量就是一个下表i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分配新的内存 因此我们的空间复杂度是这个o1 但是在每一个步骤之中 每一个步骤中 我们需要将数组某一个范围之内的元素向右移 所以这个时间复杂度 最多就是o1 同时我们还要在这个pi到p的0到i减1中去查找 大于pi的元素的个数 那么这里面又需要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循环的复杂度仍然是o1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i从0到n是变量了一个循环 是一个n次 那么我们总算法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n乘于n 就是o1的平方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道题目的这个算法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在这里面这里的这个代码实现 在我们具体的代码实现里面这个error permutation 就是用来去实现我们刚才去说的这个算法 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元素组是这个123456 那么第二个速度的速度是这个变换序列p 那么最后我们把这个permutation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变换后的这个序列打印出来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根一下这个代码 ify OK 在这里面的时候 第一个i等于0的时候 大家去看i等于0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relocate是为了实现这一个 这个relocate呢 就是为了去找这个p的0到i减1中 比pi的元素大的个数k OK 大家注意看这个relocate relocate是这样的 这里面输入了这个是i 然后我们在这个 从这个0到这个i减1里面去看 这个变换序列由0到i减1子里面 比这个比当前这个pi要大的元素的个数 所以我们就要加上 加上了之后再返回这个change叫shift OK 那么大家看一下 那么第一步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变化 那么i等于0的时候 change等于3 那么temp的值呢 temp的值是4 然后这个minshift值呢 就是做一个这个转移 也就是把这个shift的这个minshift呢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把这个i到change减1位 范围内的元素向右移位 那么这个minshift呢 大家看一下minshift 大家看就是把这个元素向右移位 把这个元素往右挪一位 往右挪一位 就是做一个这个右移的这个操作 那么过来了之后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看 过来了之后就是112356 跟我们这里这个变化 大家看 跟这里这个变化是一样的 然后再把这个temp放到A0 再把这个temp放到A0 OK 大家看 OK 大家看完了 这个就是412356 跟我们这个设法描述的步骤的结果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1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是1 i等于1 那么这个change呢 是这个2 大家看到吧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 为什么是2呢 在这里面根据我们这个定理算出来的这个位置是2 也就是说原来的A1是在上一次变换之后 被向右移了一位 所以原来这个元素A1现在对应于新数对应了变换之后的数组是A2 然后得到了之后再做一个shift操作 做完shift操作之后大家看一下 是411356 大家看跟这一步是一样的 411356 然后再把原来这个值放到到覆盖过来变成了421356 大家看到这一步就是一样的 OK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话可以自己去尝试的去试一下 那么最后我们做完了之后 大家发现打印出来的结果是426513 跟我们算法走 我们原来根据我们算法的逻辑推远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拿到算法之后 拿到代码之后自己拿输入其他的变换序列去试一试 看对不对 OK 那么这里面这个第一道题的算法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第二道题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第二道题就是给定变换后的数组B 比如现在我们变换后的数组是这个426513 那么以及它的变换序列 那么要求呢 找到这个变换序列 找到变换前的原序列A 要求空间复杂度必须也为一 那么第二道题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对第一道题做一个逆预算 两则本质是相同的 根据变换序列P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 根据变换序列P 原来的A0对应于现在的B4 对吧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第四的位置上 那么也就是说我把A0放到这个第四的位置上 A0就变换成了B4 所以要逆回来的话 我们必须将B4变换到这个A0 于是我们就实际上 我们就对应一个新的变换序列 那么0的位置要放元素4 对吧 后面的元素一次转换回来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这个 我们把这个变换序列P 把这个变换序列P 运用到这个B数组上 那么就得到原序列A了 大家知道大家可以理解这个 那么现在解决的关键是如何由P得到批评 由P得到批评应该不难 大家注意看由P得到批评应该不难 那么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试一试 因为这两道题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这个思路要转换一下 把这个思路转换一下的这一点 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知道这里面这个要点之后 再去处理这个题目二 应该就没什么难度了 OK 那么这两道题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主要讲解的重点 大家拿到了之后 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去尝试一下 希望这一节的讲解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收获 谢谢大家来到扣定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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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